這裏開箱不看一體規格也不做無聊 只看每個產品設計的使用者體驗 並且給出自身的新的結語 哈囉,我是阿飛 DINKER N15 Wi-Fi 6 雙頻無線路由器 今天它來了 這台M15是D-Link EGO PRO AI系列的其中一台 就跟阿飛之前介紹過那個R15是同一個系列的 它這個系列最大的特點就是有AI智慧功能 以及它都是MIT台灣製造的產品 至於它AI智慧的功能 你們可以點擊右上角的影片連結 你們看到我之前那台R15的介紹內容 那像是那台R15 它是不是就比較大台一點 然後又有天線的那個分享器 整體在擺放上面呢 它就會比較的麻煩一些 那今天分享好這個M15的兩路組 它在體積上面就是比較小一點 所以它在擺放上面呢 就是可以比較靈活 是不是,你們看 我巴掌的大小而已 那同樣D-Link的產品在設定方面就非常的快速 一樣透過這個EGO PRO AI的APP 點擊安裝 然後掃描 那我們這個下面有QR Code 直接掃下去 它就可以直接來設定安裝 那像是我第一顆如果是要設定 衛星網路的話 我就是直接設定這一個 那就是插上我的這個 數據機的線進去 那第二顆那如果我要設定 它是要延伸我的網路的時候 就是Mesh功能 它這個大小是真的很適合拿來當成Mesh 去串接的這個衛星的無線路由器 像我最近有朋友 他都要用那個 無線的路由器了 那他剛好要換Wi-Fi 6的 那我就會推薦他D-Link的這個無線路由器 因為它在設定方面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那一個流程 欸手機少了 QR Code就可以馬上這樣子連接設定使用 對於很多的新手朋友來說是真的很方便 而且像是串接Mesh 也是直接在設定的地方 就可以選擇延伸網路 然後去連接 欸原本主機可能是R15 那這時候呢 我這個M15就可以直接連上去 或是也可以透過M15自己本身 欸就當作是一個組織幹 那另外一顆呢 當成他的衛星去延伸他的訊號 這都是OK的 設定方面啊 我可以說是非常的簡單 欸我給肥媽示範一樣 它還是手機拿起來 啊就掃一下點一點 就好啦 就好啦 所以安裝的部分真的是 哇 我跟你們介紹了D-Link的產品 到現在還好幾隻了吧 他們的安裝真的是 我覺得使用者體驗非常的棒 不需要你有太多的專業知識 就可以照著他的這個流程 欸一步一步設定好之後 你就可以使用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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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ink Wi-Fi 6無線路由器系列的這些機子的印象 都是算很不錯的 你們看到它可以支援語音控制 還可以串接Match功能 並且它本身還擁有AI智慧的功能 可以隨時優化自己的Wi-Fi連線 那這一台M15呢 官方應該是希望把它當成衛星路由器來使用 因為他們是主推兩路組的選擇 相關的資訊呢我會放在我的資訊欄的位置 你們如果對於這一台有任何問題的地方 都可以留言來詢問我 你們剛才也看到我那些測試 我跟你們測試我自己平面的收訊距離可以多遠 還有我的垂直加底距離可以大概多遠是OK沒有問題的收訊 那這個當然都只是給你們的參考距離而已 因為我知道之前就是很多的朋友來問阿肥說 要怎麼擺放要怎麼那個 其實透天錯啊 透天錯最好的擺放就是在樓梯間的位置 真的我目前一些觀眾朋友反饋 他們用那個Match功能 他們也是認為說在樓梯間放一顆是最棒的 因為這樣子貫通下來 他的訊號可以平面再打出去 很OK 很OK 那另外一個最好的選擇 其實就是每一層樓都接實體網路線 這樣子的話呢 每一層樓我告訴你 訊號都滿可的 哈哈 好啦這個每個人使用空間不一樣 要針對你們的家庭空間去做選擇 好啦 那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打開小鈴鐺 追蹤我的LINE IGFG 掰掰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打開小鈴鐺 追蹤我的LINE IGFG 每週一跟每週四晚上六點準時上片 我是阿肥 我愛你 我是阿肥 掰掰